订阅观传YouTube 即时文法智慧对开 害心是低欲使者 如果对自己的怨敌所遭遇不幸的事情感到欢喜 而起了幸灾乐祸的心 那么与亲自造罪的过失相同 就是你有一个死对头或者你不欢喜的人 他遭遇不幸或困难 你心里就高兴 那等于就是你亲自害他的罪是一样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心 起什么心 它会附加很多的功德 起什么不好的心 它会挣扎很多的罪过 所以这个心 人家就是说水淫很不稳定 拿着水淫要保持平衡 不然它会乱跳乱流动 对不对 你这心比水淫更不稳定 你这修心的人更要把持心的平衡 平静 不然它随时与善恶相呼应 有一个例子 深山之中住有师徒二人 另外还一位与师徒不合的上师 山里面住着一对师徒 还有一个上师自己住 有一天 这个师徒二人 这个上师跟那个小出家人 年轻的出家人说 哎呀快煮上好的茶 意思要庆祝一下 我今天听到一个好消息 这个小僧人就说了 师父是什么好消息呢 那上师回答他 跟我们不合的那一位出家上师 他有女人 这样 意思就是那个出家上师破戒了 所以他要主察庆祝一下 这因为那么交情不合 你看他在根本的见地上 同为佛教修行者的根本见地上 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大家应该讲 那个上师是一个出家的人 他现在怎么有女人呢 不管是交女朋友 或者要娶太太 总之他舍出家戒 或者破出家戒 对不对 你在佛教徒根本见地上 你应该会觉得 哎呀 又一个人失去了 佛陀所传授的神圣的戒律 你最起码的见地要正确 你不能把恩仇放在第一位 那这个小出家人就说 哎呀 上师啊 这有什么好高兴的呢 我还以为您亲见本尊 得到受祭了 这是师徒二人 他们的见地应该对调过来 小僧当上师才对 那这个是后来传到这个 帕达巴桑姐尊者那里 帕达巴桑姐尊者说 藏密传承的帕达巴桑姐 就是我们汉传佛教的禅宗出祖 菩提达摩祖师 传在那里 这帕达巴桑姐尊者就说了 哎呀 幸灾乐祸的上师 比破戒的那位上师 所犯的罪过还要大 破戒的那个上师 要么就是破戒 沾了女色 或者就是舍戒了 要还俗了 等等的 反正就是损失这个戒律了 破了这个戒律的功德了 但是幸灾乐祸的佛教徒 幸灾乐祸的上师 他罪过比前者还大 所以说有的时候 你去听到别人造了什么善业 造了什么恶业 你自己起什么心念很重要 你自己随喜 当下你有一份功德 就像这样 幸灾乐祸 当下那个罪业 就附加在你身上 而你有过之而无不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